這個部分呢,復迴圈喔,如果你實在不太會寫的話,另外的話還有就是這個地方喔 這好像跨航,我乾脆把這個字再 像這樣好了,縮小一點 這樣會比較可以全部包含 那裡面的話最重要部分就在這裡,本來是一個4嘛,你要把這個4改成I 那這個規則以後都會經常性的遇到,ok 好,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產生了一個門號的公式,這樣一個清楚,所以做出來的結果,各位可以看到呢 那如果你把這個VBA點下去,跳出來喔 這邊的話,你可以執行的話就這邊執行 按上面的執行 然後公式就是這邊 OK 這個是 輸出公式,但是目前你可以看到 這個的公式結果 有沒有,這個這個只是說把公式 放到 我們這個儲存格裡面喔 OK 好,那 再來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呢,我要的結果並不是最後的公式,不是說把公式放進來 而是把串接的結果丟進來的話,那程式該如何寫喔 其實這個概念跟剛剛的門號公式蠻像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門號公式複製一下 一樣再把它貼到底下 我們拿這一段程式來修改比較快 然後把這個 sup 後面的底線公式 把它做刪除 然後呢 特別注意喔 後面的方法就是我不是丟公式 而是把最後的結果呢,把它輸出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做法其實跟最早用公式 用那個excel裡面的輸入公式有點像喔 你可以 等號後面呢,你可以先加一個09 如果你這樣09嘛,你就先輸入看看 這邊都會輸出9,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輸出09 因為數字裡面沒有0開頭的 所以他把0去掉了 09 然後面的話呢 我們一樣呢,串接一個東西 那在那個 Excel裡面是end哪一個儲存格 那這邊道理也是一樣 哪一個儲存格呢 我要把 end 後面的話,我要串接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怎麼 指定他這個位置的資料 幫我把這裡面的資料 放到這邊來 並且跟09串在一起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道理 跟之前的那個方法很像 你空一格end 空一格 因為在VBA裡面的end前後一定要空白 然後這個儲存格怎麼指向 特別重要 他跟剛剛講的這個sales 的方式一樣喔 sales的哪一列 的哪一欄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負資貼過來 改一個字就好了 改什麼 改F就好了 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幫我放到這裡來 然後跟什麼 09串在一起 剛好091 所以有裡面的話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911 有啦 有沒有 但是因為有0開頭 他還是會把它當 數字 所以自動把0去掉 然後後面加一個 and and什麼 再加一個 減的符號 可是如果當你加減的符號的時候 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0就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有減的符號 他就不認為說你輸入的資料全部都數字了 他就把它當文字看待了 OK 那在後面什麼呢 後面不就是and and什麼呢 and後面的話 就再把 g 藍的資料放過來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後面再空一個and 然後把這個複製到那邊去 這個複製過來 改個g就好了 但問題同樣的問題還是出現了 什麼問題 一定要3 嗯 那之前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用 那個test函數 對不對 那這裡的話特別重要 VPA的函數 跟 Excel的函數 兩邊是不通用的 各自有各自的函數 所以 VPA裡面的函數 有一個 跟這個 這個Excel 還蠻 像的 但是他名稱 不一樣 我是覺得這個名稱反而比較貼近 這個函數的用法 他叫format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這個 居欄的這個儲存格外面 請你再包一個函數 叫format format就格式化的意思 前刮壺 幫我把這個84啊 或者是這些資料 如果呢 他不是3碼的話 那就幫我格式化成3碼 那格式化的方法 就逗點 就是把 這個外面呢 先包一個format 然後呢 刮壺起來 逗點後面跟他講說 我要3碼 一樣是雙引號 0 0 0 後雙引號 後刮壺一下 你會發現 其實用法跟那個 test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 把資料放過來 逗點後面加3個0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這邊執行 這樣OK了 那再來一樣嘛 後面的h h不是 跟剛剛 做法類似 所以其實你知道 把這邊 m的 簡號 一直到format 這一串東西 把它 複製到後面來 然後改成什麼 h 這樣子 就 大功告成 我們試試看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再拉過來一點點 這樣就是 其實就是把 把區域的 這一段 把它複製 貼到後面去 改一個h 那最後的話 執行 試試看給各位看一下結果 執行 就大功告成 那你會發現 這個輸出的結果 裡面的話 就是 跟剛剛 完全不同 因為這個的話 就是說 把格式化的結果 先直接就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OK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就把這個部分 今天大概就是把這三段完成 最後的話 把它存 最後就是 插入 三個按鈕 所以插入按鈕 這邊可以再加一下 這個之前有講過 第一個是 門號公式 把它直接就貼到這邊來 貼上 這個就門號公式 所以輸出的話這個應該就公式 然後再來就是清除 再來就門號 那我是建議 你如果再加第二個按鈕 你不要直接在拉 我建議是直接拿這個複製 複製完之後貼 貼之後移動 他的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好處就是大小會一樣 然後在這個再貼 這個 貼完之後 再改的話 按右鍵 重新指定 這個叫清除 複製一下 那利用那個 第一個按鈕來貼 好處就是說 你不會那個大小 三個按鈕 那三個都長不一樣 這樣感覺看起來不是很美觀 所以我的習慣是吧 我先做一個 然後其他用貼的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有清除 所以清除掉 輸出公式 清除 然後再輸出結果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完成 今天的這個部分 所以今天的作業 最後請各位 把 再來還有 如果你今天是 用範例檔來做 你乾脆把這邊 加一個瓜糊 這個叫VBA好了 今天做的就是VBA 那另外的話呢 存檔 特別注意啦 因為 因為我發現喔 如果你要存POTO 最好你真的要有隨身碟 直接存在隨身碟 都沒事 但如果你要放POTO 你今天如果剛好沒有帶到隨身碟的話 要不然就建議放雲端 要不就 但如果你要放POTO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 儲存檔案的時候 就乾脆不要存 新的這個 這個好像他會 管制的 蠻嚴格的 也就如果你裡面有一些 程式 他就出錯 那怎麼辦 你乾脆喔 以後就存這個格式好了 存 X LS 這個就OK了 因為這個格式喔 我看好像 大部分同學都沒有出問題 反而你存了這個新的這個格式 反而出問題 所以不如你乾脆存這個舊的好了 就是 用XLS 這個來儲存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好 那繳交的話呢 就繳交這一個 另外的話 你乾脆 因為這個檔名 應該不用 也不用說 特別加你的名字 你後面就刮糊 加上今天的日期 2020 今天是10月幾號呢 10月8號對不對 你就08 就是2020的 1008 把它儲存 那就交這個檔案給我就可以了 所以待會我會開 一個作業 這個作業的話就是 把這三個按鈕完成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